近日,亚运会女排小组赛第四轮的较量拉下帷幕,中国女排击败哈萨克斯坦女排取得了四连胜。 在这之后,中国女排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的身份,因而接下去的赛程也几乎提前出炉,尽管中国女排所处的B组,还有一位对手印度女排要打,但是双方实力相查全输,更何况印度女排刚刚已领导塞海招台被横扫,这样的实力,更加印证了印度女排的实力,他们要想爆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在这说,无论中国女排是输是赢,锁定小组第一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因为其他几支球队的战绩,都不如中国女排突出,韩国女排也只能锁定小组第二的排名。 那么这样一来,女排半决赛的赛程,以及对手名单,就基本宣告出炉,首先是中国女排的对手,B组小组第一的身份,中国女排将对阵A组的第四名。 与此同时,A组第二的日本女排,也与中国队分到了同一个半区,如若不出意外的情况下,中国女排祭败B组第四,与日本女排会是板决赛几乎没有什么悬念。 而根据以往和日本女排的交锋中,中国女排国家队,其实都占据着绝对上风,尤其是拥有朱婷坐镇的时候,中国女排队阵日本未尝败气,虽说他们的小球技术出色,但是日本女排当前的世界排名也不过第六名,与中国女排在实力上有绝对差距。 所以,按照常规来讲,中国女排挺进决赛没有什么难度,当然,日本女排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,他们势必会全力以赴,中国女排遭到他们的阻击,也需要拿出一定的实力。 另一个分组,A组第二的韩国队与B组第一的泰国队分到同个分区,他们两队的实力十分接近,拥有精软紧的韩国女排,整体实力稍强,但是泰国女排的技术更加细腻。 所以这两支球队都有机会进军决赛,因此中国女排此次要想夺得冠军,必须要先后击败这几大劲敌,期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带来更多惊喜。